我們創作的初中是留意到沙灘上有很多垃圾 而就個人來說 有一次跟家人去逛沙灘的時候 他不想被一個金屬冠殘骸弄傷 介紹給別人 最多拿著意見 當時很生氣和很無奈 覺得完全幫不了他和社會做回事 之後有一次出去 看到一些清潔工和義工的沙灘很辛苦地清潔 於是我就想到 不如一起建設一個產品去幫助 透過這個項目來幫助清潔工 改善地球環境和給社會大眾的看事 令這個問題得到更多人的重視吧 好啊 我們的項目是用了Custom Vision 我們在互聯網找很多不同垃圾的相片 之後再上載到Custom Vision 再進行這部型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令我們 Model Object Detection的精進度得以提升 我們這個作品有三大功能 首先是用空隙的甲子 甲子的空隙是用來過濾收集過程中不必要的沙 在收集垃圾的途中 沙會由空隙流出 當要進一步人手處理或者分類垃圾的時候都會更方便 不需要再進一步的處理去過濾沙 這個設計大大提升了收集的效率 其次是AI人工智能變色技術 我們透過Wesberry Pi的AI物件變色功能 透過不同的顏色和形狀去分別物件 我們可以令AI學習 令它可以準確地變色垃圾 並將垃圾放在垃圾收集箱裡面 我們可以調教機械車的代碼 從而改變垃圾房子的位置 最後是360度機械臂 機械臂的底座可以左右360度轉動 令它可以輕鬆地夾起各個位置的垃圾 機械臂有許多關節位 關節位有助機械臂伸縮致餘 增加了收集垃圾的靈活性 以上就是我們Project的介紹 多謝大家